上次的終點就是今天的起點 那現在從紫雲園出發 左邊走 早上七點多 阿婆分園都還沒開 然後這邊這個巷子 有這個自行車道大洋斷 從這個巷子進去 那今天的目標 就是從清水要走到大腳鎮南宮 然後再從鎮南宮走到日南車站 然後再從日南車站坐車 連著這個巷子一直走 這邊有五幅吋的自行車道指標 那走到巷底這個分岔路 我們要往左邊這一條走 上來以後 就是這一個網紅景點 清水的橋中橋 這個是 機車跟人可以通行的橋 這一條 就是鐵道 這一條橋叫做 石賴頭橋 這裡有一條紅橋 不過比較有名的就是這一條 橋中 這邊這裡是中貫路 那我們沒有要走中貫路 我就直接過橋以後 直接就右轉 連著鐵軌旁邊這裡走 這是五湖順子 自行車道 走這邊 車子應該比較不會那麼多 走中貫路 車子比較多 到日南車站 大概是15公里 今天就不用走那麼多 反正就是一個練習群 那五湖順自行車道又從這裡 那前方這個寒洞過去呢 可以到清水的敖鳳山公園 這邊可以到敖鳳山公園 這邊可以到敖鳳山公園 那這裡是五湖順自行車道的起點 我們就走這一條去大姐 這一條就是五湖順 這是一條重要的灌溉溝渠 從清水的觀音廟到大甲正南宮 大概有10公里 這是我高中同學的老家 他們是做面線的 他們父子輩的都是做面線啊 是很有名的 清水很有名的 泉河密線 上次因為穿涼鞋走到腳很痛 那也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是涼鞋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特地穿的鞋子 看會不會改善腳痛的問題 反正就是練習曲嘛 徒步練習曲就是盡量 從練習中找出比較適合自己的方式 就是可以讓自己更加舒適一點 我還會做的 如果你們在哪裡 是否按住 你會不會改善 都不夠 有這麼一個人 他有很多人 他會不會改善 是沒有什麼 我會改善 你會不會改善 那我會改善 我不能改善 那我會改善 你會改善 那我會改善 你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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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湖鎮自行車道2K 現在是7點58分 來到追火車的地方囉 好要從左邊然後要離開鐵軌了 離開鐵道旁了 8點32分 前面就是送貫道路排線 所以我們就往右 國道4號 右邊就是台中港客站 那我們就繼續執行往大甲 左邊這邊可以往台中港 國道4號 國道3號 消費點在這裡 這下面有這個 從台中港支線的鐵道 右邊就是五湖鎮自行車道 右邊就是五湖鎮自行車道 不過我們現在就走台一線啦 送貫路去大甲 五湖鎮自行車道 還找一號線 對 過了大甲西橋 到鎮南宮的距離大概還有2.6公里 準備進大甲市區囉 所以喬這裡有這個新的道路工程 到這邊都有 甲浩路到經國路 我們阿寮貼旁的聯絡道路新規工程 蟹梁村面 這個我高中時候就很有名了 已經來到大甲市區了 那個左前方這裡 這個是古蹟啊 針結牌坊 針結牌坊 針結牌坊就在前方 快到了 八甲第一宮有零售市場 針結牌坊 票 9點58分 那我們就離開鎮安宮 繼續往日南車站前進 那從鎮安宮到日南車站 大概還有5點多公里 不到6公里 這裡也是一個熱鬧的早市 這是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永信藥品 到這裡差不多要離開大甲市區了 新運動公園在這裡 10點30分 前面是安西橋 那右邊呢 就是鐵針山風景區 那我們繼續往前 準備過大安西橋囉 從這裡到日南車站 大概還有2公里 11點03分 通過大安西橋 到了通天路這裡 我們向右轉喔 先來小七補給一下 剛剛從這裡來找去找東西 現在就從這裡 走到火車站 火車站到了 出發大鎮 下一站 大甲 下一站 大甲 大甲 兩站 保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